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百分百 那提到亚健康的状态呢 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不是十分的清楚 那现在有很多的青年人呢 都是属于亚健康的人群 那么这种亚健康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又有哪些中医的调理方法可以调和呢 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幸请到了 周子中医养生堂的周史兴中医师呢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周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谢谢 那你今天有跟我们分享 中医养生可以预防亚健康这样的话题 那我首先请问你什么是亚健康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提一下 那个健康的这个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WHO它有讲到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 还有就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的 完美三者完美的状态 亚健康呢 是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亚健康的人呢 他可能没有达到健康的这个标准 主要表现在呢就是说一定时间内的活力下降 功能和适应能力的减低这样的一个症状 但是呢它又不符合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这种临床和亚临床的这种诊断的标准 那么对于这种病症的表现 我们怎么能分辨出对方是得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呢 亚健康呢它是一种灵界的这种状态 可能也称为第三状态 亚健康的表现呢主要有那个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有些情绪烦躁 心慌胸闷 然后注意力不集中 失眠 然后可能就是说肠胃功能的不调 消化不良 腐蟹便秘 甚至疲劳等等 这些呢只是说是它是 气质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它只是功能上的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不进行那个纠正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说进一步可能会对身心的 造成身心的疾病这样 因为您是中医师嘛 那所以我想请问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是怎么来认识这种亚健康 然后导致这种亚健康的因素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说黄内经有讲 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 就是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之之 就是说必有可而穿紧 斗而助病 不亦宝乎 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生病了 你再去看病可能已经太晚了 就是说我们在祖先呢 就是说在几千年以前 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 或者对疾病的预防 已经有未与筹谋 防范未然的这种 防范未然的这种观念 那中医认为呢 就是说亚健康的成因呢 是因为细情内伤 再加上劳眷 然后饮食 生活上的不洁 导致的体内 身体内的阴阳平衡的失调 升降的失常 气血经业 脏腑经络 功能的那个混乱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不加以调理的话呢 它可能会引起 就是说脏腑气血功能的 这些失调 导致气质血于 弹湿 欲酒化热 这样热啊 毒啊 欲啊 虚啊 这一系列的那个病例变化了 这样 那你刚刚谈到的这个脏腑 那我以前有从这个 医学杂志中了解到 说调和脏腑 还是这个畅通经络 也是一种可以调治亚绩健康 是这样子吗 就是内经早就讲了 就是说 静脉者绝生死 静脉者绝生死 触百病 调虚死不可不通 静脉的问题 关系到生死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经络一定要畅通 脏腑才能够相通 阴阳可以浇灌 内外可以沟通 从而养脏腑 生气血 不经验 传糟粕 易精神 我们的生命的正常的活动 才能顺利的进行 阴贫阳密 精神乃至 所以说我们的精气神 才能够旺盛 我们的健康才得以保证 这样 从西医比较来讲 那你觉得中医 他在调和这种亚健康 他的优势是怎样子呢 西医他对亚健康的可能定性定位 可能还是不太明确 然后他在用药方面 可能也无所适从 调和脏腑畅通经络 是可以来治疗亚健康 但这个调和脏腑的概念 是怎么一回事呢 调和脏腑就是说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 亚健康的病因 就是因为我们人体的 阴阳气血脏腑出现了失调 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是要从 平衡阴阳调理脏腑入所 那首先我们就是说 预防亚健康 他首先要从生活着手 照良好的生活的环境 还有人际关系 然后加强自我保健的意识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有注重养生的方式 所以比方说疲劳 我们一有疲劳就应该休息 不应该是疲劳也不顾了 就是带病工作 这样对身体是非常伤害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能要 注重心理的调试 就是说因为开朗乐观 平和的心理状态 对健康是很有益的 第四个我们想讲一个 就是说适当的做一些体育的运动 老年人或者是 也可以做一些散步 打太极拳等等 就是说这样的话 可以调节我们的精神 改善我们的机能 平衡我们的阴阳调理脏腑 更加可以延年益寿了 最后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要接受一些自然的疗法 因为我们中医有几天的文化历史 中药也好 针灸也好 拔罐刮沙 中医养生预防亚健康 这种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 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这种保健意识 才能使我们的健康真正的提高起来 从亚健康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我们下期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